其實台灣關於被攻擊這件事情 其實案例非常非常的多 當然其實資訊戰的概念其實非常非常的龐大 它也包含一般的駭客攻擊 那中國駭客對台灣的攻擊 這其實不太需要我去解釋 大家搜尋新聞報導 其實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多 那實際情況其實也比大家想像的嚴重 大家應該有聽過這個黑暗首爾事件 就是當時這個中國跟北韓的網軍 應該不是說網軍應該說駭客 他們聯合呢就是讓這個六小時之內 這個韓國媒體也看不到 然後也停電 金融系統全部當機 ATM也不能領錢 就是直接的一次性的攻擊 在2013年的時候造成這樣的一個紛亂 叫做黑暗首爾事件 那對中國來講 如果要發動一個叫做黑暗台北事件 其實說真的並不是特別的困難 只是要看在什麼時機發動而已 所以像這種當然也會造成我講的 那個社會的紛亂 那它最主要攻擊的是一些 基礎的設施 金融的系統 政府的網站等等之類 甚至包括我們的電力系統 我們的水庫 這個都是他們駭客攻擊可以做到的事情 讓我們社會呈現紛亂 但說真的這個一旦做下來 表示戰爭真的可能要開大了 所以當然不是一個 他們現在優先想要使用的選項 對他們來說 真的要讓我們社會成為紛亂 還是用訊息的方式 還是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之前 大家常常聽到的 他們說 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那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意思就是用收買的方式 收買媒體 收買政治人物 然後讓他們去 對中國做一些比較有利的發聲 這是一個 那他們現在標語已經改成 另外一個叫做 買台灣不如騙台灣 也就是說 單純用資訊攻擊的方式 讓大家彼此裂解 彼此敵對 這個方式 甚至比他以前用收買的來得更好 而且成本來得更低 那也就是我們一直介紹到現在 所謂的資訊攻擊裡面的認知領域攻擊 那所以當然很多人就要問說 就是這個方面的例子 就是認知領域的攻擊的例子到底有沒有 那很多 那我這邊就先介紹一下 最有名的關西機場事件 關西機場事件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當時這個日本發生災難的時候 關西機場那個聯絡橋是斷掉的 就是被郵輪撞到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很多人被困在關西機場 那當時就有一個新聞是說呢 中國的大使館有派巴士到那邊去接人 那接人的時候呢 如果台灣人說他自己是中國人 那就也可以上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那個時候就造成很大的一個紛爭 因為就有網友看到了 而且是當時受困在那邊的網友 他就說中國竟然都可以接人 那台灣的人 台灣的這個大阪辦事書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後來還明明是 他其實是坐這個日本派的這個大巴走掉 他以為那個是中國派出來的大巴 所以他以為自己受到中國人的協助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才可以安然的離開關西機場 也因此他就發文發在PTT上面 那最後呢也造成這個事件的爆發 然後整個輿論都在譴責說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那這樣的一個關西機場事件呢 其實他整個源頭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中國的資訊攻擊 台灣的新聞爆發是在9月6號 大概早上8點多接近9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第一次台灣新聞爆發 蘋果日報第一次報導 然後後來呢網友看到 就是我剛剛講的受困的網友看到之後呢 在PTT上面寫做了一個證實 然後讓這個風向整個被帶起來 帶起來之後呢這個政論節目呢有幾個記者 就把這個東西拿到政論節目講 開始批評現在的政府 然後最後就變成這個新聞的標題 然後全台灣就知道在這個關係機場事件 我們政府都不作為 但為什麼蘋果日報當時會報導 其實蘋果日報後來就把這個刪除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快就發現這是一個假消息 那問題就在於那這個假消息是哪來的 他絕對不是PTT那一個網友 他也不是蘋果日報 而是誰影響了蘋果日報 這件事情或許變得更重要 所以當時呢我們一直往前追 就追到微博 微博的這個帳號呢裡面有很多這個 大家都知道有所謂的類似像YouTuber 也就是微博的大號 有很多人追蹤的這些帳號 那裡面有呢有一個叫做洪水猛獸baby 這樣的一個網紅 那也不太算網紅 那其實本身他也在新聞醫院工作 那洪水猛獸baby 當時呢就寫了大家可以看到這篇文章 說中國的大使館有派人去關係機場接人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他當時也在現場 所以呢他也有被救 這個所以中國好棒棒等等之類的 就像這樣的一個文章 那他大概是在9月5號中午12點的時候 就放了這篇這個微博的這個po文 這個微博的po文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下面這個tag 他tag了人民日報跟新華社 這個還算正常為什麼 因為你本來就可能會tag一些主流的報紙 但為什麼要tag共青團 共青團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統戰組織嘛 所以你要tag他有可能是 譬如說上面有叫我做 我現在也做了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然後下面竟然還附了假影片跟假照片 那假影片的方式呢 就是利用特地的剪輯 讓你感覺到說 好像是巴士到那邊接人 但其實不是 他其實是巴士在後面接人 但他前面先開出來 然後做了一二三四不同方式的剪輯 讓你感覺到好像 這個中國的巴士有進去接人 就簡單來講是假影片 那這個9月5號中午12點 這個洪水猛獸babypo了之後呢 他的分身還有他的朋友 也一樣po了相關的這些新聞 然後到最後微博 你就可以看到下面這片圖 一堆網紅 或者說一堆微博的帳號 因為有些未必是網紅 全部都po了一模一樣的新聞 而且下面都是 完全都是用一模一樣的照片 那這個也當然不算新聞 都是一些主觀的陳述 說我在那邊旅遊啊 我被困住了 然後中國大使館來接我 然後就造成一個網路上的一個效應 這個網路上效應 一旦產生了之後呢 中國的內容農場 就中國的網站 這個叫做觀察者網 就把它故意做成新聞 那故意做成新聞之後 就還把這些網友的一些文字 就全部都把它貼上去 然後下面呢就做了一個非常重要 也就是現在我們很難追查到的 一個微博的貼文 他故意把帳號遮住 上面寫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就是台灣人說自己是中國人 才可以上車 也就是這邊把對台灣的統戰 把它放進去 那這個新聞整個呈現出來之後呢 我認為蘋果日報應該就是因為 受到這則新聞的影響 因為這則新聞也一樣是在9月5號 它是在9月6號大概早上7點發的 那我剛剛講這個蘋果日報 大概9月6號接近9點的時候才發 所以很明顯可能是受到這一個 中國網站的影響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 我剛剛講的微博這些資訊 全部被丟到微信的群組裡面 然後丟到台灣人的LINE群組裡面 然後有人看到了然後爆發出來 這也是另外一種可能 但無論是哪一個路徑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叫做網紅模式 他第一個先由這個所謂的微博的網紅 先去寫一些主觀 看起來好像真實的敘述 這跟俄羅斯的手法一模一樣 俄羅斯的手法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會PO一些黑人被白人警察打的影片 那個影片都讓別人感受到叫做第一手 就是這個第一時間的見證一定是最真的 那剛剛中國這個紅水猛獸baby也是 附了影片、附了照片、附了主觀的陳述 讓別人覺得這是一個很真實的事件 然後到最後藉由一樣的內容 複製貼上到另外也有一樣被操作的帳號 然後最後呢再藉由這個中國的網站把它製作成新聞 然後最後再打入到台灣的言論市場 那導入到台灣的言論市場其實根本也不要做任何的操作 因為這個災難已經發生了 它一定會變成新聞 所以一定會有網友討論 所以不管是偏藍的網友 還是偏綠的網友 還是被困住的網友 還是沒有被困住的網友 還是家屬 大家一定會根據這個新聞來見縫插針 一定會根據它來做相關的論述 那這個論述一旦出現之後呢 這論節目就一定會拿去講 大家知道這論節目其實很多偏頗新聞的一些來源 他把這個拿來講 講完了之後呢 極大化之後呢 對政府做了攻擊 到最後他們在這論節目講的東西 就變成新聞的標題 那最後也造成台灣社會的一個裂解 大家很明顯的感覺到 在那個時候 大家對政府是有多麼不信任 然後藍綠之間的對立也產生 綠營內部之間的對立也產生 這就是非常成功的一個資訊攻擊 那大家回想一下 如果要操縱這個資訊工具 需要所謂的網軍的存在嗎 這就回到我們剛剛前面有講過的問題 其實網軍真的不是那麼的重要 你要叫這些網紅寫東西 那個網紅後來被我們追查發現 這個是在海南電視台工作的 這個新聞從業人員 那他們假裝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網紅用第一人稱來敘述 所以他只要對這個新聞媒體 做相關的下令 大概兩三個人也就夠了 然後由共青團中央來指揮也可以 然後再來內容農場 中國的網站做成新聞 你跟編輯講一聲也就可以了吧 那再來往後的發展 他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操縱 就是有效率的一個資訊攻擊 真正裡面要下命的人 搞不好不超過五位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30個人之內的團隊 就可以完成一個非常完整的資訊攻擊 那很多人當然會覺得說 這個證據聽起來 當然是蠻 應該算是蠻有說服力的 但是大家會覺得說 會不會就恰好 剛好有人他們做了這個攻擊 然後台灣也受害 那就可以跟大家講 如果大家願意回去搜尋 但現在應該都搜不到了 因為像剛剛講的那個洪水猛獸baby 他第一時間再過兩天 就已經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刪掉 要不是我們到時候 有做這些截圖跟備份的話 其實現在什麼都追查不到 那之前埃及其實有發生過災難 所以埃及發生過災難 中國用這個網紅模式 有完全SOP再做一次 就是第一個網紅先寫故事 然後內容農場再製 然後近人影響到台灣的新聞 那只是因為他那時候比較衰 就是台灣沒有人被影響 就是沒有人有反應 就是沒有人對這個新聞有任何的反應 因為當時並沒有什麼台灣的群眾 對這個有一些 特別上情緒上的厭惡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也沒有太嚴重的受困 因此到最後並沒有爆發出來成為新聞 那如果根據這個我們國家 這個自己蒐集的這個資料 會發現從2009年一直到現在 中國在每一次遇到災難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網紅模式 第一人稱敘述這個虛假的故事 然後藉由網站從事成新聞 然後再丟到台灣不同的群體裡面做操縱 然後甚至可以影響到政論節目跟行為 讓它變成一個極大化的事件 它是一個SOP 那這個SOP對我們來說就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資訊攻擊千千百百種 有可能對政治做攻擊 針對外交議題做攻擊 針對經濟議題做攻擊 譬如說文旦到底有多少被丟掉 所以這些每一種攻擊 它其實是有固定頻率 或者它一定是有特定條件才會發生 所以當我們自己有一個戰略的單位能夠去判斷 譬如說它多久檢舉一次台獨藝人 它多久做一次災難相關的資訊攻擊 它多久做一次跟民生議題有關的攻擊 這一定有它的規律跟頻率 因為他們也有他們自己內部的KPI 所以當我們能夠把這個東西 都能夠整理出來的時候 所有的攻擊模式全部列出來 就可以讓台灣民眾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攻擊 這樣我們才能夠做一些有效的防禦 所以現在問題根本就已經不是說 到底證據有多少 而是現在證據擺在那邊 我們要怎麼去歸類它 反而是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而歸類這件事情說真的是 必須國家跟民間共同努力 才有辦法做的事情 因為它牽涉的領域跟議題實在太低 那也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方向 都要保持得更有效的 幻想公主的毛固 什麼事 在聖遠圈之下 我們應該要有些什麼 的... 我們應該要多了